消防人員使用圓盤切割器 試圖破壞民宅鐵卷門 大量火花噴飛 農煙則從民宅後方不停往上竄出 在消防人員的協助下 率先逃出火場的是住在一樓的 47歲女子 後續還從窗戶入內救出 兩名年僅3歲和5歲的男童 爸爸媽媽在家嗎 在家 媽媽會把你們自己留在家 不會只有你們兩個嗎 彰化現西鄉這起意外 發生在沿海路一段 而11號清晨不明原因 突發火警消息也驚動鄰居 屋內一名47歲祖母 帶著兩名孫子脫困 但57歲的羅姓祖父 因為中風長期握床 躺在電動床上 沒能來得及逃生 二樓窗台進入救出兩名男童 因為在搶救過程 在一樓客廳發現一位男性民眾 已經呈現焦黑 那這個是一位47歲的女性 本然意識模糊 那口鼻都有一些殘存的看力 然後因為她的情況比較緊急 所以我們在急診 做了緊急的插管處置 兩位小朋友意識狀況都是穩定的 但是液氧化碳濃度高於正常值 後續需要再做高壓氧的治療 民宅期貨釀成一死三傷的悲劇 處境辛苦的這一家人 相關單位將事實給予協助 而兩名男童出院後 將由親屬帶回照顧 三連新聞許說的 市議會神明志彰化採訪報導